咋吧,我是雀 你知道吳森男主角劉子泉在電影裡面飾演的裝承裡面 唯一的一句台詞是致敬悲情城市的 他們才會說的那句 我是台灣人吧 還有泰保他在吳森裡面也有幫男主角說了一句話 叫做一臭人一聽不懂 這不是也是悲情城市的台詞嗎 還有吳森男主角去起衝學校的時候 搭了校車的第一場戲 是空拍鏡頭俯瞰山林裡面的一個小路 然後公車這樣子開過去 這種曲境跟氣氛營造的那種感覺 就是史丹庫伯利克的鬼店的開頭啊 跟你講說一場懸疑的故事要開始了 但是吳森的導演柯真蓮說他愛的是麥可和內克 好啦,吳森裡面也有隱藏攝影機的那種 解剖出暴力原型的東西 所以柯真蓮你是三合一的咖啡嗎 入圍2020年第57屆金馬獎的八大獎項的芯片無聲 其實是當代電影 當代台灣影視的一個新的解答 因為當代台灣的影視圈 把它看作是一個武林的話 新一代的影像工作者每個人都在很配命的想要參透好萊塢的或者是韓國的影壇的密集 他們想的都是最好可以打通任督二邁 那任督二邁就是一邊留著台灣新電影的血液 一邊修煉出掌握各種電影類型的功力的武功 希望自己可以兼容並須趁機振興台灣的戲劇 達到這種類型跟藝術的共融平衡 大家都是這樣想說可以這樣有多好 好是好但就很難 台灣興瑞女導演柯真蓮第一次拍電影就挑戰 比龍路更可怕的真人真事的電影可編故事 尤其是在性侵系的部分 柯導他有承認說他拿了楊雅哲導演的《血關衣》裡面 文綺在被強暴的戲給演員看 當作他們演性侵系的範本 那第一次拍片就挑向無聲這樣子 涉及當代台灣乃至全球看起來都非常敏感的性侵議題 基本上他做了一個摳開台灣某種社會傷口 然後但是挖開傷口來看就發現 裡面都爛掉了而且還沒塗藥 你幹嘛急著蓋起來的那種感覺 因為導演他在田野調查的過程裡面 看盡各種人情冷暖 電影裡面的台詞其實都是來自真實的事件 例如說小孩子說你們怎麼現在才來 或者說出來的小孩會說沒關係等到畢業之後就沒事了 還有很令人淚崩的就是我們不是壞人 這些都是氏族他們在曾經說過的話 導演光是填掉聽到這些就覺得眼眶泛紅 所以他發誓說一定要把他們的畫全部拍出來讓全世界看到 所以無聲是根據真人真事的故事做發想 可是他也沒有被拍成復仇電影 他沒辦法很輕易地在戲裡面給觀眾或者角色 或者是你得到一個救贖 所以你沒辦法一邊看電影一邊一吐怨氣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內傷 可是真正的恐怖片就是這樣啊 就是會讓你打從心裡發寒 你知道這輩子有些東西就是無敵的鬼永遠都會糾纏你 所以你看真子或家裡子的電影 每次都不會得到救贖 然後每次都會鬼勝利 好像看起來就很絕望 可是就是這份絕望也在提醒你 然後無聲被拍出來提醒大家說 現實世界就是這樣 讓我們趁機反省一下 是不是成為了社會共犯而自己都不知之呢? 無聲就是我們與惡的自己敵德性侵電影版 你發現了嗎? Yo check it out 破萬了 謝謝大家支持 想要聽什麼卻卻講的影劇嗎? 歡迎留言再告訴我任何地方都可以跟我交流 還有什麼破萬要QA 一起來